我是Gigi,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是一个位于休斯顿Kiley Single Ranch High School这个高中学区的一个学区房 它的报价是33万5千美金 总价报的真的不贵 但是越小的房子其实它均价就显得越高 这个房子的均价会高一些是195一尺 但是呢它是比较好的学区房 所以就不要看这个均价了 因为再低你买个学区房也买不到了 所以它是一个2011年盖的房龄比较好 而且它在一个内圈的位置 这个地方也很安静 如果你想花这种好学区的低价学区房 不管做投资还是自住吧 都是所谓的硬刚需 那这个房子我们就进来看看吧 这是社区的一个环境 整个社区是比较新的 都是2010年以后的房子树林等于房龄 所以你看它的树并不是特别的大 那整个社区的学区都很好 位于Katy非常中心的位置 我们现在就到这个房子咯 它在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内圈的位置 所以它的门前就是这样很宽阔 然后旁边是一个reserve 也就是如果下雨的时候 下大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饮水渠 平常就是草坪 然后再往里走就看到 我们今天看的房子它就在这个位置 哎呀今天是周末带着孩子来工作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房子是总价很低 单价有点高 这算是学区好的当中的一个非常硬刚需的 一进来之后先是走过来一个客厅 这样子的感觉 它总面积不是很大 所以其实每个房间都略小 客厅的旁边是厨房 厨房还是很大的 三个倒台 小房子配大厨房 这也算是比较好的一个 因为房领比较新嘛 所以你看比如说 这个洗碗机什么都还不错 洗碗机下面有点污渍 然后这边是洗手台 都是以前原装的 没有过进一步的翻新 这个地方被密封过一次 冰箱里面也很干净 冰箱一般是不带的 但是一般空房子冰箱留下就会留下 但是理论上是不带的 然后这边是橱柜里面也比较干净 这些细节上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点毛边 毕竟有的时候拿东西会有磕碰到 炉头也是挺整洁干净的 然后上面是微波炉 再往上呢是有烟道 所以您可以换中式的抽油烟机 在休斯顿方泰的总部就在这边 比如老板呀乐厨啊都有 往前走 然后这边是主卧 主卧室比较大 算是几个卧室当中最大的 本来也应该大 地毯非常的新 几乎是新地毯 然后呢这边走到了洗手间 淋浴间的玻璃上有一点这种水垢 需要清理 然后淋浴间的旁边这些细节上都还是不错的 没有什么梅子 浴缸几乎没怎么用过 两个洗手台 细节上会发现就房子维护的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马桶间 然后里面就是衣帽间 地毯是新的 往这边走有两个卧室 一共是三个卧室 加一个书房 书房不算卧室 因为在休斯顿算卧室的房间必须有衣帽间 而书房没有衣帽间所以它那儿不算卧室 这是两个卧室 这是洗衣房 洗衣房打开门 这边是车库 双车位 热水器在车库里面 软水器也有 在这边 洗衣房出来往这边走 这儿是洗手间 两个房间共用一个洗手间 还是看一下细节 这个地方稍微有点污渍 水够吧 然后再往前走 就是一进门的位置 我们走到一进门的位置就看到一个书房 这个房间的面积比较大 但是这其实是个书房不能算是卧室 储藏室 打开门后面是院子 院子里几乎全部都做了硬化 然后一个大的派流 没什么草 就旁边有一点草 这些有点杂草了 需要稍微收拾一下 不过因为面积不大 所以它也没有说多难收拾 这就是今天看的这个学区房 您对这样的小房子感兴趣吗 欢迎联系基地 休斯顿地产团队 我是基基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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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